你可要看好了,把红糖水倒入面粉中,简单一做,出锅之后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。 武汉有一位饭店老板,竟然把他做成了一道桌桌弊点的特色面食,一份就卖58,咱们自己在家成本5块钱可以做一大锅,保证你吃上一次你就会对它念念不忘。 我们先在空碗中放入100克的红糖,倒入101度滚烫的开水,水的量是240克,用铲子将红糖搅拌融化。 红糖水晾至不烫手的时候,加入5克高活性耐高糖酵母,半勺老抽上色。 自己吃,不喜欢可以不放,充分地将酵母粉搅拌融化,这样可以激活酵母粉的活性,发酵的会更快。 准备家里祖传的白色大碗,倒入一斤面粉,也就是500克。 再将化好的红糖酵母水,慢慢地倒入面粉中,用黑色的筷子将它搅拌成絮状。 再加入20克的玉米油,下手给它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。 这一步,大家一定要多揉一会,大概揉5分钟左右。 揉好之后不用醒,直接取出来放到揉面垫上,表面撒点干面粉防粘,然后拿出家里祖传的擀面杖,把面团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,厚度大概2-3毫米左右。 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,这样层次会更加地分明。 均匀地撒上一些红糖,喜欢吃甜的,咱们就多撒一点。 再放上一些切碎的红枣,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加地有层次。 从一边给它卷起来,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点。 用刀分成大小均等的小剂子。 然后在每个面团的表面用刀切上一个小口,可以切深一点,这样层次更加地好看。 全部开好口之后,在上面撒一些红糖。 红糖可以多放一点,这样吃起来有焦糖的感觉,口感会更香。 全部做好之后,放入蒸锅中。 亲爱的家人们,我已经连续分享了一千多道家常美食教程,还没有得到你的认可和鼓励。 这个视频就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,点赞支持一下吧,非常感谢。 以后想吃不会做,还可以找到我。 放入蒸锅中之后,先不要开火。 醒发到体积明显变大,而且是拿起来轻飘飘的状态。 这个时候我们盖上盖子开大火,水开计时,大火蒸15分钟。 蒸好之后,关火焖3分钟。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,很多人留言说,我蒸好之后,为什么会回缩? 就是因为你没有闷,直接开盖,发生了热胀冷缩的原因,就会塌陷回缩。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步骤,保证你也可以蒸出来像我这样,非常漂亮的红糖手撕大馒头。 香甜可口,柔软又劲道。 层次分明,一层一层撕着吃,可好吃了。 外面一个就卖好几块,咱们自己在家做,好吃又实惠,大人小孩都爱吃,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 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,下期再见。 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,下期再见。